龙城非将指的是魏清还是黎广 非将呢 大家觉得是黎广 因为黎广号称非将军嘛 但是龙城这事跟黎广就没有关系嘛 魏清打到过龙城 所以到底是指的是魏清还是黎广呢 有一种解释 我觉得合理点的就是龙城非将 他说的应该是汉朝当年的那一批抗击迅武的将领 当然也包括获取病什么的 或者是指魏清和黎广 因为龙城和非将 这个怎么看却是不像是一个人 说龙城到底是什么地方 这个没有什么定论 也不会有定论了 龙城我记得至少是有四种说法 四个地方 魏清那次出击是打到了龙城 那至少算是匈奴的一个重要基地 是一个数王庭所在地吧 不问苍生问鬼神 是讽刺汉文帝吗 这说的是什么呢 文帝曾经把贾义短暂的远到长沙国去了 因为贾义在朝中确实是得罪人太多 三年之后把贾义招回来了 两人一见面 当晚就开始聊 聊一些鬼神的问题 你商业就有那么一句诗 可惜不问苍生问鬼神 你说就这么个事 至于吗 这就是贾义和汉文帝 两个人年龄是差不多的 应该也算是惺惺相惜 之前关系也好 这好几年没见了 前面俩人先聊点 有点兴趣的话题 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值得上纲上线吗 对呀 这吹毛求疵啊 李商尹为什么写那首诗呢 李商尹应该是唐文宗时期 就是中堂的 近是考上不久吧 就卷入那个牛里党征了 所以他这辈子也是怀塞不欲 他其实也是影射当时 还为自己不服不满 好啊